你们可以一起编个故事 来帮助孩子建立沟通的技能 您可以从提一些建议开始 比方说 让我们来编一只笨猴子的故事吧 然后你们可以轮流加点东西 进入这个故事 举个例子 孩子可能说 这只笨猴子喜欢和朋友玩 您可能说 有一天 他们找到很多的香蕉 孩子可能说 这只笨猴子开始吃所有的香蕉 您可以说 这只猴子的朋友们很难过 因为他们吃不到任何香蕉 孩子可能说 这只猴子说了 我会跟每一位分享 编织一个故事 可以帮助孩子学习创新的能力 并且把他们的理念变成文字 你也可以说 这个是资料 我可以说 一些给你 是资料 我可以说 我可以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